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鼎姐妹好 鼎姐妹 你觉得读书困难吗 有部份鼎姐妹觉得 读书很困难 有些鼎姐妹觉得 读书很简单 完成了一个学士学位 便再继续到一个碩士学位 甚至继续博士学位 但对于有些鼎姐妹而言 读书真的很艰辛 读完一句话不再继续 甚至乎立志 我以后不读书 我回看我自己 昔日的我中三就被人踢出校 然后上帝很多的恩典 让我完成了一个神学学位 在那一刻 我拿一张证书落台 我就在上帝面前立志 我这身人就不再读书 因为读书对我来说 非常艰辛 非常困难 但是在事奉的过程当中 上帝会给我们开我们的眼 看到我们要更加爱我们的上帝 更加愿意爱我们的上帝 更加要去爱人 鼎姐妹有没有想过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上帝会扩展我们的境界 纵然有些事物 我们觉得是无能力去应对 但爱我们的天父很好 他会使用我们 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我今天戴了一顶帽给大家看 这顶帽是一顶博士帽 我不断看 其实这个不是我的能力 我中三被人踢出校 读书不好 如果不是上帝亲事所挑选 我相信我都完成不到这个博士何位 弟兄姐妹 你相信上帝会喜用你吗 甚至乎我们会有些感动的至情 会很害怕 会很惧怕 但是上帝会喜用我们 今天想送一节经文给大家 经文记载在马赫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各位弟兄姐妹 你相信耶稣基督吗 耶稣基督今天要喜用你 无论在我们的家庭上 在我们的事业上 在我们的事奉上 甚至在我们的爱人的层面上 爱我们的天父 今天要喜用你 你相信吗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